快塞世纪开放购买第二天 在澎湖一样出现人龙排队抢购 但也有药局发现 来购买的其实不只是当地人 有游客也加入购买行列 在地人对此看法相当两极 快塞开放购买以来才分流的方式 加上各药局配发的数量有限 接近两天出现排队人龙 其中有游客就趁着到澎湖旅游 也拿着健保卡加入购买行列 要是说 确实有出现外地人购买的情形 因为规定没有禁止 所以还是照用贩售 他认为这并没有关系 大家都是台湾人并没有分别 哇 今天就人潮很多 我们打开门的时候 已经有排队的人潮了 是 大概多少人 我是没有仔细计算 但是到最后还是有几位 是没有办法赶到的 对 当然现在可能大家都挤在现在 可能到后期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那么拥挤 也不知道 反正大家 我们今天都没有让大家进去里面 在外面排队 然后拿出来 你知道有观光客来排 有一看就是观光客的样子 是知道的 是 那这样会 很多我们自己 诺人买 很多都是要去台湾 给自己的资料 而在地人认为 既然政府要开放与病毒共存 快筛机的数量就要准备足够 连快筛机都买不到了 又要大家和病毒共存 是要让大家担心受怕吗 有多少八万块去排 他们都说在这个里岛地区买 买得到 他们赶快都去排 那你一天才卖七十八份 是 是 他们一个人 两个人的话 一台车四个人 他们去排一排几客户 想不到啦 我刚听就听了三四个 好亮的观光客说要去买 是是 那把我 我们一带到的客人就有说要去买 那 还好 诶 他实在是不应该限制啦 既然你已经要 你已经是要共存的话 你东西还在限制 那怎么去共存啦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 这是什么 什么设施啦 是是 要怎么没什么 就你们一句话 我们就去死 不过也有在地人表示 外地人来买并不意外 他觉得这样也好 澎湖最怕的就是外地人把病毒带进来 快筛机卖给他们 他们保护好自己 也就是保护了在地人 受到种种不确定因素影响 民众似乎感到疫情更加严峻 口罩翻版的排队抢购快筛机人潮因此在线 对此 卫生局呼吁 民众家中只需要准备一份快筛事剂就够用了 不需要一家五口 一定要准备五份 记者王海龙报道